解读妖猫船中真实历史片头驾崩的皇帝是谁? 刚刚热音的妖猫船讲了一个非常凄美玄化的爱情故事, 但由于里面涉及了众多例史知名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, 因此觉得有必要在娱乐的同时, 也深究一下电影里讲述的故事涉及的历史人物原型是怎样的 也让我们在娱乐的同时也顺便多学一点历史知识。 寓教于乐真元二十一年驾崩的唐朝皇帝是谁? 电影里的故事主体发生在真元二十一年, 即公元805年,柴月历史发现这一年唐德宗里是驾崩长子李宋继位史料, 记载唐德宗为唐朝第九个皇帝为唐玄宗的四世孙, 出生于七百四十二年七百七十九年, 登基为第八百零五年二月驾崩, 享年六十三岁唐德宗刚即位时, 也是历经屠治压制, 宦官平定藩镇可惜, 由于他采取的措施适当, 导致昭明的金言兵变长安被叛军占领, 虽然最终平定了叛乱, 但也使得唐德宗心灰意冷, 开始重用宦官罪生孟祠接班的太子李宋, 是和人殿营里的继位太子李宋, 就是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唐顺宗, 唐顺宗李宋李宋继位的同年八月, 就将皇位善上给太子李纯自己当太上皇, 次年806年, 李宋就驾崩唐顺宗, 也成为历史未当皇帝后最快退位为太上皇的帝王。